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幸福家庭培力课程的学员吴秋云 我今年二月份才来上这个课 其实在六年前我就有上课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我中断了一段时间 我自从上了这个课程以后 精神好很多 把不该有的习惯也改了很多 本来我的家庭是不OK的 儿子也不跟我讲话 但是我从来参加以后 慢慢的慢慢的 我就回去跟儿子沟通 我一直想要儿子跟我讲话 然后一直要我先生 他已经退休了 要他不要管那么多事情 好好的过退休生活就好 结果真的很好用 欣慧老师教的 我很认真听 我回去也很认真的跟他使用 现在我的家庭过得很好 先生跟我互动也很好 他在我不在的时候 他还可以自己自立更生煮饭 吃饭 然后大儿子终于叫我妈妈了 每天下班回来我就说 儿子你回来了 你知道他就叫我 他带我回来了 你吃饭 我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好待的妈妈是天才 不是天才的妈妈才是好待 所以我觉得我来这里上课收获很多 我只要这个课有一直上 我会一直跟着上 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现在我这个下一个目标 是拉小儿子 小儿子现在是在外面生 我一直催着他们早快结婚 他说结婚就要搬回来跟我住 我本来不想答应 然后他说要 他结婚就要搬回来住 那我就说好啊 那你要结婚要搬回来跟我住 就赶快结婚 但是他说时间还没到 等时机到了 他就会跟我讲 就会回来陪我 那我又有信心了 我终于又拉到小儿子的手了 小儿子因为上班很累 他每个月会回来看我一次 终于我得到了幸福的家庭 我所期望的很简单 就是一家人和和乐乐的 快快乐乐的 有什么事讲什么事 对不对都没有关系 只要大家有好好的沟通 好好的商量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我会在他们的后面默默的支持他们 让他们好好的工作 让他们好好的打批 把我们这个家庭撑起来 甚至于开支善业 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幸福陪丽家庭特程的最好的模范 谢谢